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肖战养子碰壁,王一博也被撤掉主持人身份 大家应该知道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 说起来与湖南卫视一匹步那么长 本来是19年的戏,20年播出的 结果播不了,当时大家可以理解 总觉得不是电视台的错,好不容易 等到今年有机会播放了 粉丝们个个都兴高采烈 年初的时候,无数人说4月开播 于是人人盼望4月份 接着,又说6月播的 大家又等6月,那知道,6月又是骗人的 又开始信誓旦旦的说7月中播出 这次大家说的活灵活现,好像非播不可的 可是,7月中到了 东京奥运会开了余生,请多指教就是不播 转眼间8月了,湖南卫视终于一口咬定 要在9月8日播放该剧《指天堕得》的发誓 肖战和杨子也信誓旦旦的官宣了 这次终于来真的,不真的话,那就没天理了 所有粉丝都信了个十足 甚至在3天前很多人说不播了 他们依旧勇气可加的回对 要播,要播 你们故意胡说八道 我们相信肖战和杨子,相约酒吧 哪知道,昨天,湖南卫视突然间宣布余生 请多指教延期,而且没有给出延多久 可能延两个月,或者半年,甚至一两年 粉丝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本来直着胸膛走路的,现在变成了驼背拱腰 那个老惨啊,一路咳嗽,差点就没气了 湖南卫视把他们完成了笑料 好了,不说肖战和杨子的余生 我们说说另一个难堪的人,就是王一博 大家可能会吃惊地问,王一博有何难堪? 他风光得很 其实,王一博风光是表面 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有多么难堪 他被湖南卫视撤职炒鱿鱼了 大家都知道,他原本是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凭借他的流量,收获大量粉丝 也成了最著名的节目 虽然前锋和田原初是对本节目打击很大 但粉丝们个个都肯定,只要有王一博在 他们便大力支持 王一博的魅力可见一般 只可惜,王一博学历太低了 只读了高中,没资格报考主持证 原来,他一直是吴正主持 近日被对头爆料,立刻被炒鱿鱼 不能再做天天向上的主持了,改做了嘉宾 这真令人叹息,梦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这件事对王一博打击很大 估计他现在还未恢复过来 做陪衬嘉宾明显是为了退场做准备 不想让粉丝太过伤心而已 但他完全退出天天向上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他无法面对这个打击 湖南卫视真要这么无情地对待他 辜负了他为电视台带去的流量 以后,随着他完全退场 估计天天向上真要改名天天向下了 到时候,大家不知道还会不会赏脸观看 湖南卫视如此绝情地对待肖战、杨子和王一博 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毕竟,三人是娱乐圈最大的流量池 难道湖南卫视丝毫不怕后果? 既然都搞成这样了,大家还是散了吧 免得看着不舒服 现在是娱乐圈整顿的风口 这电视台好像完全不怕大家爆料似的 感觉他们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完全不担心任何后果 大家说说何炯 谢那那些主持人吧 湖南卫视如此倔强 无非是靠他们 不知那帮主持人好到什么程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